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特别厚 特别浮 特别假面 我想不要紧 妙手回春 用一个浓郁的眼妆 凸显 让大家的焦点在眼妆上 不要看我那个底妆 然后眼妆也不是特别成功 后来就一切都有点失败 然后头发就是我 连续扎了两天才拆下来的丸子头 反正大家就凑合看一下吧 就是生病的中年人 就是对生活失去那种向往 大概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今天这个空瓶剂呢 距离我之前一期大概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两个月呢 我用完的东西非常多 都在这张桌子上 大家可能因为视角问题看不太见 上期呢 跟大家聊了我这半年用完的一些彩妆 那这期就来看看 这两个月用完的护肤品空瓶有哪些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 是一些每次每次都有的老班底 然后我就不多描述他们的感受了 我也是应该最后一次 在我的空瓶里讲这款漱口水 我是一直用这款漱口水的 之后我如果没有换漱口水的话 就不多放在我的空瓶里赘述了 是一款非常好用 我大概一个月一大瓶这样子的一个漱口水 然后还是我空瓶的老班底 就是每次都会用完的这个漱口的化妆棉 这个是最普通的版本 然后它是卸妆拍水两相仪 算是有厚度的化妆棉里面 比较省水的那种 这次还用完了一盒这个 它号称三分之一省水的卸妆棉 一盒非常少是32片 然后之前呢 我一直没有get到它的好 我觉得还没有这个普通的一盒80片的好用 但是后来呢 我就是发现我那个姜元道的卸妆水 买了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一直没有用 我就开封开始用卸妆水以后 发现它配合姜元道的那个卸妆水 来卸你的脸上的彩妆呢 就是粉底腮红什么的 比姜元道自己配的卸妆棉都要好用很多 然后它是如果用眼妆 因为你的睫毛会比较尖锐 刮到的话 它卸眼妆其实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配合面部卸妆水 卸出面部的彩妆非常非常的优秀 现在慢慢又喜欢上了 价格不算特别便宜 没有这个性价比高 但是配脸部卸妆水 真的是我现在遇到最优秀的卸妆棉 所以也特别喜欢 这两个我都还有好几盒的囤货 估计够我用到双11或者双12这个样子 然后用完了两包这个棉森的洗脸精 我觉得是一个优点是不会掉蟹 然后缺点就是是非常普通的洗脸精 也是非常普通的价格 随便用用不错 特别喜欢是完全没有 然后呢 我就大概简单的按照顺序 跟大家聊一下卸妆区域呢 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到我的彩妆空瓶里啊 算了就把它当护肤的最前头一步吧 用完了三个卸妆水 都是是两个 一个正装两个小样 正装是慢单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这个应该所有人都用过 就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眼唇卸妆液 我有用过比它更好用的 但是价格没有它低 价格有它低的呢都没有它好用 所以我觉得是一款还蛮值得推荐的卸妆水吧 如果你用腻了某款又不想多花钱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 然后这两个呢 是欧莱雅的一个13合1卸妆节眼水 这是我的好像去年双11还是再前面一年双11买的吧 这个是剩的最后一瓶小样用完了 还挺喜欢的 用来卸面部挺干净的 并不比姜元道的卸妆力度差 跟姜元道的很相似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这是一个小的欠臂的眼唇卸妆液 我还有好几个大的 我觉得欠臂嘛 算是不管它的眼唇卸妆液 还是一些其他产品 它在专柜产品里面算是价格非常低的了 但是卸妆力度并没有比这个慢单的强 所以整体来说我最推荐还是理副全的 剪面的 用完了一个这个自然折理的 这是多少毫升 236.6毫升的剪面 我当时买呢 就说它是一个一举两个剪面 又能卸妆 又能洗脸 然后我是从来没有用它 说一个妆我只是用它去卸的 都是该卸妆卸妆 如果没有化妆就直接用它洗脸 而且大部分时候 我当时被种草就说 它是那个Luna Forio洗脸仪的最好的搭档 所以我就想这样是不是能增加使用洗脸仪的频率 结局呢就是并没有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它 反而那个洗脸仪都用的少了 原本我用其他洗面奶的时候 那个洗脸仪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它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它作为沉间洁面来说 它并不温和 也没有那么好洗掉 之后脸呢就有一种 不是就是 有一点点假滑的感觉 所以我不太喜欢 然后它这个泡沫呢 我其实喜欢泡沫截面 也喜欢完全没有泡沫的截面 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微泡沫截面 所以它对我来说 应该算是前半瓶的时候 我觉得一般后半瓶 我觉得真的是雷坚持用完的 价格也不太便宜 所以之后应该是不会回购了 再加上我后来有去查一下它的成分 它当那个沉间截面并不是那么温和 它也并不是什么氨基酸截面 我觉得我用过的那个Fresh大豆截面呀 或者是那个 Omagi的柚子截面呀 或者是智本的截面都会比它温和 也比它使用感要好一些 而且好像除了Fresh的那个价格 应该都比它便宜 然后这个算是 也算是清洁类的吧 解死皮的是一个 可能是我买了有两年的了吧 JM Solution的这个身体磨砂膏 特别大的一罐是有500克 这个里面打开是那种黑色的 黑色的线已经完全用完了 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特别不喜欢 非常粗糙 它是那种表面一层是有滋润 都有点像油一样的东西 底下是非常粗的磨砂颗粒 磨完呢 它身体是比较疼的 我估计是不是 男性比较适用 但是男性一般很少去用这个磨砂膏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是坚持用完的 然后我现在在用的那个身体磨砂膏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我用我最喜欢的 还是说我之前 用买的比较便宜的那个 叫什么 我忘记什么牌子的 就是那个杏子磨砂膏 反正很便宜的那个 好像是圣爱雷斯的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用 这个就完全不用考虑了 水的部分呢 这次有巨大的成就 就是用完了一个500毫升的 AA Skin Care的玫瑰纯露 和一个165毫升的奥尔滨健康水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非常喜欢 我当时是用完了一瓶以后 天王旗舰电厂有活动 立刻回购了五瓶 这五瓶呢 我现在当然是没有用完 我买它的初衷是想说 我忘记我当时看谁的视频 是说如果胳膊上有鸡皮肤的人 可以给他先洗完澡以后 湿敷这个 因为我老公有嘛 我就想给他治疗 先湿敷这个湿敷鸡皮肤 湿敷完以后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鸡皮肤是那种毛囊脚化 其实是缺水加毛孔堵塞的一种后果 然后就建议先湿敷 这个湿完敷以后 用几种精油调配起来去擦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买了 但是刚用第一瓶的时候呢 我也会敷脸 放在冰箱里面敷脸 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半就等于说 给我老公敷胳膊用掉的 对他的胳膊肌皮肤 有一点点淡化效果 所以我觉得 我们家这么需要这个东西 用得很快嘛 我就买了五瓶 买了五瓶之后呢 我老公就开始不承认 他有鸡皮肤 他说他那不是鸡皮肤 他说这些都是我编的 他不让我再触碰他的胳膊 所以就这五瓶一下 变得特别多 你知道吗 你说我敷脸 他一次这一瓶盖 就够用那个纸膜敷脸了 那我能敷多长时间 所以 是不是感觉自己聋了 没错 这一刻我们都是聋子 因为我的话筒没电了 而我猛然不知 一直手舞足蹈的 对了镜头 又说了半个多小时 整个晚上三个多小时 我都在尝试 用配音弥补这段遗憾 显然 我失败了 我的嗓子更加沙哑了 向所有的配音工作者致敬 因为我的口型和声音 没有一句能对得上 所以在我消耗了一天时间之后 我决定重新录制 Hello大家 我又回来了 我们的重头戏都在今天 这个AASkincare的玫瑰水 是一个恶搞我的存在 当年我买了五瓶 而我老公拒绝承认 他要使用这个 因为他的肌皮肤 昨天我拍到这个的时候 后面就好像30分钟 都被逼了一样 好 那不管不论如何 继续说这个产品 首先呢 我的用法主要是分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洗完澡的一个时候 会用一个纸膜 湿敷它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呢 正好是 就是我一洗完澡出来 先用纸膜敷上它 然后剩下时间擦身体乳 然后正好三分钟以后 身体乳吸收了 把它一取掉 脸就是一种一种 比较深层补水的感觉 这种 为了避免过度水和 就是敷的时间不要太长 然后呢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用有一些面膜 不是有出名的三明治敷面膜法吗 我没有那么夸张了 大概就是二明治 就是那种一片面包上面拖着的 那叫什么 披萨式 披萨式敷面膜方法 我就是比如说 遇到那个飞洛家的十全大补面膜呀 或者是一些过于润 或者又说过于干的那种面膜 我就先把它们涂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敷上纸膜以后敷一层这个 然后效果是 我觉得都不止加倍 是会乘以好几倍 然后使用感也会提升 然后有淡淡的这种大马士哥玫瑰味 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我们这种玫瑰人生的女孩 精致的标配 奥尔滨的健康水 奥尔滨的健康水呢 是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产品 它呢在我心中 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 就是恨超过了爱 是这样子的 它呢 我先说它味道 我觉得不是肥皂水的味道 是小时候涂的肺子粉的味道 就像小时候 你妈妈用一个大盆给你泡澡 那个盆里会加那个花露水 夏天驱蚊 你出来以后 被花露水汁水泡过澡以后 又配上那个肺子粉 就是这股味 味道我不讨厌也不喜欢 然后使用感呢 是酒精含量比较重的 我有试过当它拿它湿敷 有试过拿它当二次清洁水 有试过拿它当普通的这种润敷水 一个帮助导入的效果 后两者的效果都不太好 湿敷效果是可以的 因为就是它却有去闭口的能力 不是说敷上以后闭口就没有了 是敷上以后你闭口的心空了 闭口呢就空有一副皮囊 但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平滑 但是平了一个度吧 然后呢 到二次清洁水和爽润水都是不OK的 所以总体来说 结合它的价格 我以后是完全完全不会回购的 然后以我的年龄 也许该使用一些高机能水 我就偏向于以后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精准 有效的护肤方式 我想要不然就用高机能水 要不然就用这种纯露水 以后可能会更多的用这两者 然后这将你两个月的时间 用空了四瓶精华 我们就一瓶瓶的来说 第一个是一个50毫升的 OLE这个小白瓶精华 它这是我的第二瓶了 但是它的一瓶都相当于两瓶 因为你不管618 双十一 九九大醋 你上淘宝买的时候 它都会送给你 这个这个这个正装容量的小样 你要是坚持把它用完的话 那个量是比较大的 我去年呢 是用了一瓶 这个30毫升送30毫升的 当时给我的效果 就是非常惊艳 它去那种新生动应的效果 极其明显 就是我对燕西安这个成分 就是很喜欢 对我来说很有效 然后今年我就回购了一个50毫升的 先要夸一下的是 它50毫升这个瓶子的这个泵头 比30毫升的好多了 我推荐大家买的话就买这个 它是这种压泵的 30毫升是按压以后低管吸上来的 就是比较不友好的那种 看起来也很黏黏糊糊 它是属于消耗量比较快的一款精华 然后我觉得随着我去年 对燕西安比较耐受了以后 今年用它去动应的效果 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它对我的效果也仅仅处于一个 没有说水感透白这样 就只是说一个平新生痘印的效果 并没有说可以皮肤晒黑以后 整体体量去暗黄通透 这也是都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有效 这个钱不白花的一个精华液 接下来是一个打底精华 是雪花瘦的润造精华 之前寒装大火的时候 人人都有它 现在价格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了 性价比显得更高了 它是一款长期使用 是具有一个维稳效果的精华 然后不会给你皮肤特别大的经验 不会有说明显的效果 我用了它白了 皮肤平了 或者说是不粗糙了 怎么样 这都没有 就是皮肤能比较稳定吧 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然后整体下来呢 就是产品的使用感是不错的 但是就它的效果来言 是比较可有可无的一个产品 但如果你喜欢用打底精华的话 它的使用感真的是不错 接下来是一个杜克修丽可家的色修家 这个应该是美国的版本 它那个普通的色修我也有 我当时就是杜克的风很大嘛 然后就是所有用的人都一水的说好用 我就一次性忙买了三瓶 分别是色修色修家和那个紫米精华 我第一个用完的呢就是这个色修家 因为它的质地 它的那个使用感是这里面最好的 是属于那种绿色的 是绿药膏的味道 然后质地呢就像水一样 上脸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它虽然跟那款叫色修和色修家 但它们俩其实是不一样功能的 那款色修呢 它其实更趋近于去红的一个功效 这款呢就更它的成分什么的 就更趋近于一个美白精华 但是在我脸上它美白的效果 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指望就是说 夏天的末尾用它 就是修复一下我夏天皮肤 能不能回到冬天的肤色 这点是不存在的 但也不能说它没有用 它的效果有一个 在一个方面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新生痘印 它修复这个颜色的效果 不是说这个痘印颜色 涂了它以后变浅的特别快 是这个痘印的范围一直在缩小 比如说这么大一个痘印 你天天涂它 涂它以后这个痘印就会 颜色不变浅 但是范围越来越缩小 最后会集中成一个点 就像一颗朱砂质那样 然后所以说 这个是只有用它才有的 这种缩小痘印范围的效果 使用感非常优秀 然后如果使用它的话 我建议是说 正常我使用精华流程之前 肯定是有水的 有水打底以后再涂精华 但是用它以后 我发现你洗完脸以后 裸脸涂它 是那个使用感和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等于说 也是当做一个打底精华来用 但是它之后是不涂水的 算是比较高效的一个精华 就是涂完它涂个面霜就可以 没有特别强的保湿效果 但是特别轻薄 就像水一样 结合它的价格来说 如果你不考虑价格的话 我觉得它是很不错的一个产品 如果考虑价格的话 它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比较追求那种高效 精准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精华呢 就是特别精准的那种 是那个小蜜蜂的这个 去痘痘的精华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精油了 就是根据 我没有去查它的成分 但根据我的嗅觉告诉我 它就是一个茶树精油 涂到痘痘上是有效的 大家知道茶树精油有消炎 镇定去肿的效果 然后它呢 也确实带给我这种效果 但是我觉得去痘精华方面 有用过比它更好用的 然后同样是茶树精油呢 那个The Body Shop的 也要比它效果更好一些 价格它们俩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应该我不会回购了 它胜带比较方便 它打开是这样一个滚猪头 你这样滚就是了 但它特别不好的是 我之前出门一个月是有带它的 它就盖子这样弄好以后 可能随着旅程颠簸 然后它漏了好多 留着我那个化妆包到处都是油 所以就是外出不要携带这个 然后面霜区呢 我这两个月空的面霜 真的是一个面霜大户 先给大家看一下全部 空了这么多面霜 先讲这个巨无霸吧 它是我的皮肤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维稳三件克之一 我把那两件也拿过来一下 三个我都买了特别大容量的 红腰子是100毫升 然后这个菌骨水是400毫升 这个是340克 都是几乎现在市场上 能买到同样产品的最大容量了 然后就是我皮肤出现敏感 换季不太舒服 就是暴斗的时候 我全部都是只用他们三个东西 精华只用红腰子 然后水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两个还没有用完 就到时候用完再说 这个我真的要好好夸一夸 我买了340克的 大概用了可能将近两年时间 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用空了 当时这已经是我用空的第三个了 都不是说第一个 就是属于我生命中完全不能离开的面霜 就是其他面霜 我想一再尝试新的怎么样 但是不管我尝试任何面霜 我家里都要放一个它 我才会比较安心 因为它就是那种你皮肤出现任何问题 比如说我有时候 不是说会过敏好久不好 但是我会脸湿或者油 油分比较油的时候 飘来那种狗毛 吸附到我脸上 我脸就会突然过敏 过敏的方法就是那种即性过敏 非常骚痒 但可能过一会就好了 它就是能让你的脸迅速冷静下来 那个产品 缓解骚痒 这样说好像不太像一个面部产品 但是它缓解骚痒 真的非常有效 它的使用感其实不是那么好 突然脸上有点厚 你要是角质层有点厚的话 突然它甚至会戳下来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就这样呼上 当它是面膜一样 它也是能起到镇定的效果的 如果你介意的话 它预水就可以稀释 就是它跟任何水都能溶解 变成乳液 你可以自己调配它的这个吸稠度 然后我一般夏天都会加它 拿它加水调成很吸的乳状 涂全身 然后如果我会出去旅游的话 我一定会挖一小万它带着 即使不用 但是我也确定一定要有它在 因为旅途中 你不可能因为你的皮肤不舒服 你就不吃不喝不玩不熬夜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元旱将 你知道它永远在支持着你 可以让你放肆的在前面去吃喝玩乐 然后面霜呢 还用来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比较少见了 是Elimis这个牌子的 一款具体名字 我会打在下面 它上面这个理念比较吸引我的 就是cream oil 看到这个名字 我内心想象它会是那种厚重中 带着油腻 然后我还想 它这么一小管 用这种一种压泵设计 怎么把这个cream oil挤出来呢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多想了 它挤出来就是一个乳液状 涂出来第一不厚重第二不油腻 它两泵就可以涂全脸加一个脖子 然后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它的香味是那种 椰奶香精味吧 反正是比较香精的那种 然后很浓 这个香味特别浓 然后这点是我不太喜欢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滋润力也没有 它写的想象中这么强 再加上它正价的话 其实挺贵的 因为我是在这个倒数日历里开出来的嘛 就还挺超值的 因为我没有花多少钱 如果你真正花它的正价好像是要400多还是700多 去买一个30毫升的晚霜的话 我觉得不是那么友好 它的效果也没有那么惊艳 有很多很多 比它跟它价格一样的话 有很多很多比它好用的 但是这个理念 这个产品如果说是能在200块以内 我觉得还是很值的 然后另外要说一下 反正我自己接触过 Elimis的所有产品 它后面都是开封以后6个月用完 这个只有30毫升吗 当然不存在用完的可能性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种草Elimis的任何东西 就是不要去买比较大的包装 尤其是英国很多这种芳疗啊 这种品牌 它的保质期其实6个月都算长的 一般都是3个月 6个月 9个月 3个月的也有很多 大家就是如果买这种类型的品牌 注意一下这个 或者问问卖家 这样这点开封多长时间以后要用完 因为不像粉状的东西 你就是你可以 你自己想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会变质给你看的 然后这剩下三个是小样 是两个欧体力的这个大葡萄面霜 欧体力的大葡萄面霜 欧体力的冰淇淋面霜 和一个四眼利的花香面霜 这些都是在一些套装里带的 是这样子的 我是原本夏天皮肤 就是用我所有的那个面霜乳液 都觉得非常的油 然后我就想买一款不油的 我就锁定了那个欧真亭的银霜 就是天后王妃同款的那个银霜 然后呢 我先是尝试去海淘 因为它有折扣的时候会比较便宜 结果我买的时候被砍单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折扣比较大 然后我又去找代购买 然后那家代购每次上的量非常小 就大概只有几瓶 然后我连续抢了两次都没有抢上 然后呢 再等它寄过来 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 我就打开了 我有两盒那个小样 我把它那个小样翻开找 有没有就是我印象中质地比较清爽 可以夏天用的面霜 然后翻出来了七七八八 大概翻出来了五六十毫升 这也是三十毫升 就是给我印象中都是比较清爽的 然后就把它们拿出来用了 确实也还不错 就是属于夏天那个有一些保湿力 但是滋润度不会过高 你说特别喜欢嘛 也谈不上当个小样用用正好了 其实有时候往往就是会忽略这些小样 但其实你想想 尤其是双十一的时候啊 或者是淘宝搞任何活动的时候 你买东西 它价格是不便宜的 就是小样送了很多很多 你选的这时候买 其实小样也等于说你花钱买回来的 所以大家没事翻一翻这个东西 也是自己花钱买来的 把它用了 就是比较超值 然后因为这个月 我一直要么就是宅在家 要么就是出去 主要是在车上比较多 户外的活动很少嘛 所以防晒只用完了两个 都是以前说过的 一个是威诺娜的这个清透防晒乳 非常便宜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擦上以后 感觉皮肤是很透气的那种 不是那么强的一个膜感 就像无形之中有一个面罩 盖在你脸上一样 没有那么强 但它的防护力呢 我也不是那么信任 虽然也没有实地考察过吧 所以我一般都还是 在家的时候用它比较多 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医院 开的防晒乳膏 这个医生呢 是说不用卸的 但是我有查 它主要生效的这个防晒剂 是叫假养肌肉桂酸心脂 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防护 波长280到320纳米的 这个紫外线 主要其实就是UVB 我查了这个成分 是不容易水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卸一下 比较好 我自己是查完以后 是都卸的 这个东西使用感非常好 像现在天气没有那么热 我皮肤没有那么油 回到混油了开始呢 我就是擦完白天的话 我会擦完爽肤水和精华以后 就把它当面霜用 因为它有很多成分 都是维生素E嘛 就跟很多面霜的基底 是一样的 当面霜用使用感非常好 就是面霜的使用感 又带防护力 谁不喜欢呢 唯一就是说 医院开的这种呢 就是外用药字号的 可能跟这种装字号的 不太一样 它不会写 我的防晒值是SPF多少啊 PA几个加呀 然后再让它防晒剂比较单一 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家用 追求一个使用感 出去的话 我还是会几种防晒霜混合 我就是想 你们几个车轮上 万一哪个不顶用 另一个顶用 这样子 然后剩下 我这个月特别罕见的 用完了三个支架的产品 都非常喜欢 第一个是OPI的这个卸妆水 我这个是紫色的那一款 非常非常好用 尤其是卸它自家的支架油 属于特别高效 但属于味道比较冲的那一种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我之前有推荐过的 三月卸甲水 它虽然一小瓶 但是感觉跟这种卸甲水 基底不太一样 它卸蓝支架 不会说那种起一层白霜 它是比较那种油性的 那种卸蓝支架润润的 然后卸某些支架油的话 这个更好用 某些支架油这个更好用 可能分品牌这样子 然后呢 我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 没有注意 就是有把那个车 前挡风玻璃上 不是会贴 要贴那个年检标啊 保险标什么的 我就是去年没有注意 没有把它贴到静电 贴上再贴上去 直接贴上去的 然后今年要换的时候 那个撕掉以后 就有很多残存 我就上网搜索 我说卸甲水是很有用的 我就拿我这两个 给我老公让他下去清洁一下 他清洁来说呢 非常有用 就是先 如果你有同样的烦恼的话 就是除胶 尤其是在玻璃上 经常晒好久的那种胶子 他就是先用化妆棉 给车玻璃敷一敷 这个敷完以后呢 再用这个局部慢慢清洁 非常有用 最后再用酒精擦一遍 是不损伤玻璃 然后又非常非常干净的 所以我觉得 它也算是我们家的两个工程 然后这个呢 我想重点推荐一下 这个是OPI的叫 Maker Drying Jobs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这个拧开 不是像指甲油那种刷头 是那种滴管的 一滴一滴 就是给人滴的那种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女孩子涂指甲油 不是要先涂一层底油 再涂一层颜色 再涂一层亮油 这样就会变得非常厚 即使是你涂的快干亮油 可能你底下的那两层 干得也没有那么快 它这个就是像 我们这种追求高效的人群 它就帮你解决这个时间 等待的时间问题的 就是不管你刷了多少层 有多时 然后你就把它这样子 这个滴上去让它这样流平 或者多滴一点 多的就几下接张纸掉到纸上 然后你的指甲10秒钟就干透了 这样两个指甲互碰 不会有那种粘连的感觉 干得特别透 然后特别有效 所以这个我有看 它有更大27毫升的 我这个是8毫升的 所以我想之后还是回购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管用 然后最后一样产品 也是我的老梗了 但是可能有些视频 年代比较久远的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又用完了一盒这个美瞳 我自己用美瞳呢 就几乎只有拍视频的时候用 都是用日炮的 用的很少嘛 我用的就是这个 我用的最多的有两款 一个是十童的淑女幻宗 紫色盒子的那一个 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嘛 然后另一款就是这个领利秀的神秘自然 这个你就是跟着可能很多微博啊 B站也有很多博主 它有团购啊 有什么优惠码的时候会很优惠 我也是这样买的 就一般搞什么结的时候 它都会有活动 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自然中 又带着一丝特别 然后也非常非常舒服 因为我也不会长时间带嘛 我最多就是带四个小时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颜色也很自然 你素颜也能带 然后你化妆呢 尤其是有那种冷掉的眼影啊 或者绿色系的妆 能给你的瞳孔 配合上一点点 又不会过于夸张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因为就是你像很多混血型的美瞳 虽然看起来更好看 更亮眼 但其实不是所有人戴上都那么适合 有时候你要不是画的特别欧美的妆 但是其实有很假 很刻意的 我觉得还是这种 就是说比较符合大众口味 所以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次 然后我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我的眼珠子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效果 来都来了 顺便告诉大家 今天的空情记呢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那我们下期内容